可以看到敬虔山上的 稻棋隊的球衣 他的背號是91號 心情激動穿上稻棋招牌藍白球衣 平鎮高中畢業好手柯敬賢 以75萬美元約新台幣 2421萬元的合約 披上躲人戰袍 超過陳金鋒高國輝 創下台灣旅美外野手最高 身家紀錄 而稻棋隊兩位大前輩 柯小三本遊生也前來祝賀 很感動 就是可以看到 那麼多明星球員 然後再幫自己加油 我的目標就是希望自己在 四年內可以上到最高的舞台 然後跟自己的偶像 大股商品在同一個球場上比賽 韓華翔跟Otani同台 恰巧16日也是柯敬賢父親的名單 這次和稻棋簽約 也是獻給天上爸爸的最佳賀禮 而不只棒球有旅外球員 籃球界近期也是風生水起 好那接下來我們也很期待 我們的台灣黑豹 阿巴西在日本的B-Link 可以繼續發光發熱 成為B-Link的Highlight製造機 戴心帽穿新衣 中性特工球員阿巴西 正式加盟日本B聯盟 一級球隊秋田北部喜悅 他的心情跟球隊名稱一樣 格外喜悅 因為昔日恩師也到場 但是阿巴西 他是用跆拳考進泰山高中的 他在跆拳道裡面很有名 不是他很厲害 因為他上去都把人家批受傷了 學生時期的辛酸苦辣 教練都看在眼裡 如今成為台灣首位進軍B-1聯盟的選手 阿巴西身上這件零號戰袍不簡單 因為這是過去日本國家隊主控 富堅勇術效力時的所屬背號 他們就是很配合 就是直接給我那個零號 只是後面他們也有跟我講那個故事 我就想說就是很高興 他們就是把零號讓給我 球星紛紛屢外實力備受肯定 也讓台灣的體壇能夠給世界看見 金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